哎,闺女,再过六十年你多大啊? 嗯,七十了 哦,再过六十年你七十了 那再过六十年爸爸多大啊? 傻瓜,人是会死的 哈哈哈哈 你看天上干嘛呀,天上有答案吗? 你知道不,猪是不能抬头望天上的 但是驴可以 哈哈哈哈 这件事只有狗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有了身孕是大事 你怎么可以不说呢? 如果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孩子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又晒太阳又淋雨 又搬东西又摔跤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骗你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的爸爸 啊? 你这个怎么能用门呢? 啊? 我到底是谁的爸爸呀? 哈哈哈哈 说起我的爸爸 那就不得不说说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吧 虽然说这样 但是啊 我的爸爸呢 有一些 怎么说呢? 哈哈 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 哈哈哈哈 这样说吧 我的爸爸呢 其实呢 是一个好爸爸 你别笑 那么作为一个好爸爸呢? 我的好爸爸 哈哈 还是这样说吧 我们的好爸爸 你这里又有门 啊? 是你的爸爸 不是我们的爸爸 我的爸爸呢? 虽然说 平时呢 很忙很忙很忙 但是 我的爸爸呢? 也就是说啊 我的爸爸 其实吧 就是说 我的爸爸 哎呦 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 你的分明就是臭数字呀 绕来绕去 读了半天 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哎呦 我爸在外面包养了一头母猪 哎呦妈呀 我那是喂养好不好 不是包养 知道吧 但时间长了 爸爸对这头猪有些喜心厌旧了 总想把它放生 那不叫喜心厌旧 我喂了那么久了 都有感情了 所以我想把它放生 放回大自然 明白吧 可这头猪每次都能认识回家的路 放生几次了 他总能自己找回来 这猪都被我喂成精了 跟他自己回来了 昨天上午 爸爸开车拉上这头猪去山里 转了好多路 又绕了好多圈 把猪放生到山里了 到了下午 爸爸给妈妈打电话问 猪回去了没 妈妈说 早就回来了 这时爸爸大怒 说 让猪回来接我 我他妈迷路了 哎呦 我还不如一头猪啊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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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牛过来 嗯 给我一个不打你的理由 不然我让你尝尝皮带炒肉丝的滋味 哦 哈哈哈 我不会告诉妈妈 这条皮带 是牛阿姨送给你的 这个理由很充分 我接受了 爸爸我刚刚被你吓着了 我想吃点烧烤摇摇鸡 好马上安排 什么是代沟 这就是你刚写的 代沟就是 当我换上新衣服 在妈妈面前转了一圈问 妈有饭吗 老妈看我一眼说 有在锅里自己盛去 我又问爸爸你有微信吗 老爸说 我有个屁的微信 都是你妈妈说了算 然后我又问奶奶 你会下载吗 奶奶火了 生气到 废话 我不会下载 你爸是从哪里来的呀 你垮着个脸干嘛 让你写一篇三百字的日记 你就这样写的呀 你这有三百字吗 有啊 有啊 我给你读读啊 今天早上 我去包子店买包子 老板是个结巴 我给了他一块钱 他问我是要菜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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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略一百字 菜菜菜包 还是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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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老老老子佩佩佩佩你了 老老老老爸 你没没事吧 没没没事 给我重重重重重写 再给我乱写 你你你试试看 你以后不要叫我爸爸了 怎么了 说啥刺激了 你还有点问啊 早上八点我就到你学校去了 全班就我一个家长 我一进教室还没来得及问 你老师就让我坐下听课了 我是整整听了一节课啊 是啊 那语文老师还以为你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一下课就问我们老师 你是哪个单位的啊 有人 语文老师 不对啊 我记得当时上的是英语课呀 怎么是语文老师问啊 没错 第一节课确实是英语课 可第四节课是语文课呀 你可不只睡了一节课 你是整整睡了四节课 啊 我睡了四节课啊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我是在酒班 你跑六班去了 我怎么叫你啊 你在酒班啊 连我在哪个班都搞不清楚 你可真是我亲爹呀 我爸爸每天忙到日理万机 哎呀 日理万机是这个机呀 那是机会的机好不好 今天我爸去赶集 正好遇到牛阿姨 哎呀 又乱写了 牛阿姨真着急 拉着我爸一顿序 啥玩意就一顿序呀 牛阿姨是催我交房租 我都急着 交头乱饿了 他还在这乱写 你看你后面又写了啥 牛阿姨你别急 我爸有钱费给你 现在生意不景气 少收一点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你以为他那么好啊 实在不行也可以 让我爸给你做苦力 你呀妈呀 你心长那么狠啊你 我要是知道你这么不笑 当初生下来我就应该把你扔了 他赶紧写的作文 未来的我 未来的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哎呦 多大个老板啊 还高高在上 整天游山玩水 不亦乐福 想吃啥就买啥 每天至少要吃五包辣条 哎呀 那么大个老板就吃五包辣条呀 混得也不咋地嘛 有一天 我看见一个衣着破烂 精神仿佛的老人 在街上要饭 仔细一愁 竟然是我那窝囊废老爸 哎呀妈呀 我将来是不是要饭的呀 于是我就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三包辣条 随手又掏了五块钱给他 我稀罕你那三包辣条啊 我没见过你那五块是不是 爸爸很高兴 临走还帮我擦了擦皮鞋 啊 我真的太开心了 你爸都分成那样了 你还开心呀 是不是 那你开心给我看看